持续关注的就是台中这家知名的春水糖茶餐厅 他们也因为收水油事件受到了牵连了 他们说不确定这用油葱酥做的产品是不是有问题 但是他们决定主动通报卫生局而且停售五项商品 当然也回馈给消费者值得回馈的方式 他们说三天的时间全天半价 不过也有消费者说了用这样子的方式真的不太好 人家其他人是用退费你们是用这样的方式 最后赚的还是你们店家 不管是珍珠奶茶还是面食台中春水糖都具有相当高的知名度 但在这一次的收水油风暴中也被牵扯到 由于业者向有问题的商家进了油葱酥当作酱料的原料 虽然这款油葱酥还没有被检验出含有收水油 但业者还是立刻停售五项商品消除消费者疑虑 立即主动通报台中市卫生局 并且进行预防性自主下架与停止供应动作 除了道歉之外业者还打出三天全店半价优惠 希望能够挽回消费者心 但外界质疑用优惠代理退费根本就是想再赚一次钱 但店家解释由于原物料还不确定有用到收水油 因此还不到退费的标准 退费通常是因为有问题的一个使用 才会有需要这样的后续的措施 我们只是因为考量到品质严谨的一个把关 才会去做这样的一个动作 所以并不是我们使用到问题的一个油品 蛮有诚意的我还可以接受 我觉得很有诚意啊 而且我在这边消费的经验也没有觉得有什么问题 卫生局也已经将业者用剩的油品做封存 并且带回检验查清楚里面是否有参入收水油 业者也表示会对供应商提出告诉 记者武林安曾经中台中报导